现在时间十五点整 请系好安全带 五四三二一 穿过在宇宙 穿过着星球 小心别跟丢 电影和卡通 这里通通有 一同来享受 进入剧情中 感觉张海豪 有想快没有 不用开情仗 没有就让我 有没有搞错 穿梭机抵达位置 2019年 台湾 哇 回到现代了吗 回来了回来了 赶快找找附近 有没有看得到 日期和时间的地方啊 高雄市电影馆 电影 你拉我手干嘛 我看现在几点啊 我又没代表 你吃线啊 你没代表看什么电影呢 圣经病 你是叫吃线没错啊 还少废话 电影馆呢 对我们的研究大有帮助 咱们赶快进去瞧瞧 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欢迎进入高雄电影馆 本馆即将跟大家分享 这次高雄电影节活动的相关资讯 要开始咧 首先 非常感谢财团法人 高雄市文化基金会 与本馆共同主办高雄电影节的活动 也感谢高雄市政府 文化部 经济部工业局等各大单位的指导 今年高雄电影节的时间 是从10月10号国庆日 一直到10月27号星期日 为期18天 放映地点分布于高雄市电影馆 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 博二VR体感剧院 博二艺术特区大勇P3仓库 以及台旅影城 此次的电影节年度主题为 狂恋世代 破浪而行爱出航 经典的爱情电影 总是挑战着年代的禁忌 即使是东方的梁山博与助英台 亦或是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为了爱情 还是会疯狂地冲撞当代的 未到人士与反对之人 每个世代的爱恋 总是面对着当代社会的束缚与打击 有所谓的礼教 也有所谓的规范 然而 禁忌源自于欲望的压抑 来自于权力的心虚 在非主流电影的叙事观点中 塑造了另一种叛逆的观点 创造出新世代的价值观 在开放的世界中 这些隐晦不明的禁忌 正等待着这些为爱疯狂的人 冲撞出一些爱的火花 现在我们就请本晚的媒体统筹 尚恩先生为大家一一介绍 本次电影节所播映的电影内容 以及相关资讯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翼穿梭机之艺文家坊 我是主持人秋宅 在上一集啊 我们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雄电影节 又快到来了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火速地邀请到 来自高雄电影馆的媒体统筹 尚恩先生 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还有秋宅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很高兴你能来 所以秋宅你之前有到高雄电影节过吗 对 那个时候就是上您的剧本课 所以才去那边看看的 OK 所以你是高雄在地长大的孩子 对对对 那你觉得高雄电影节那次 你去看电影的感觉怎么样 哦 我的印象就是 因为它都是国外的电影嘛 然后那个时候有点看不太明白 有一些是比较诡诀哦 还是比较特别 在形式或风格上 我们常常把电影分成形式跟叙事两种 叙事平常是我们讲的故事内容啊 就是我们说 这个片是爱情电影 它讲的就是一个男性爱的女生之类的 就是讲故事 二是形式 就是说它风格 它摄影手法比较特别 那因为高雄电影节 其实应该是所有全世界大部分的电影节 都这样子 它就是把一些在国内 很少在商业院线里面放映的电影 他们做一个就是 像大拜拜似的 然后那种嘉年华似的放映 所以就常常会看到很多 就来自于全世界各个地方 风格上面非常特别的一些影片 对 就是比较少 能够在商业院线看到的电影 所以就是有可能 那一部只在那一次可以看到 是 就可能只看这两 它可能就一定已经放两次 就这两次看过 你可能在台湾再没机会看过那些片子了 哇 那很珍贵的 对 所以才会 像台湾其实 应该是全世界里面 影展最多的国家吧 我们从年头到年尾 我们大概全台湾 大概一二十个影展跑不掉 而且我们大概是全世界里面代理 就我们代理国外进来 国内的影片数量 最多的国家之一了 真的 对 我们其实 我们一年下来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多国外的影片 那也都是因为 这些影展的引入 对 把这在国外影片带进来 然后就片上觉得 很不错 然后也觉得可以去放映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会是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还蛮幸福的 对 所以那高雄也是很幸福 因为我们有高雄电影节 对 那今天高雄电影节就是 10月10号开始 对对对 然后一直到10月27号 所以今年的那个 大家如果国庆假日连假 然后不知道要去哪里 或许就是可以来高雄 高雄电影节 对 看电影 然后其实今年的电影节 我们因为其实像秋仔 你那时候去看电影 你会觉得我们电影 有点诡诀 有点奇特 对 是因为高雄电影节一直 它有一个element 就是一个元素是 它以奇幻电影文章 然后奇幻电影 就像我们比较常讲的 像哈利波特 它是个奇幻电影 因为它是个假的 魔法世界 对 魔法的 对 然后或是说 一些看起来比较怪异 诡异的 像魔界这种的 然后或是比较 酷手的 是觉得不可思议的 那种就笑料百出 就很夸张那种 很奇特的那种影片 对对 大家都可以放在 奇幻电影这种范畴 所以那科幻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高雄电影节 为什么秋仔会说 我们看的时候 觉得有点怪 因为它就是 它就是一种 比较奇幻性的 影片会比较多 对 然后我们一年 其实高雄电影节 像今年度 我们大概快300部影片 在18天里面 要放掉快300部影片 哇塞 是数量极多 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 如果是高雄电影节的 老影迷 就是我想我不用怎么讲 你们大家都知道 会去买我们 或是拿我们的 影展的那个手册 一步一步可以慢慢看 如果是新的朋友 要接近高雄电影节 就觉得天哪 该怎么办 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 跟大家介绍 哪些影片 可以直接推荐给大家看 对对对 太好了太好了 听说这次的主题 是爱情的 狂恋世代 对 因为爱情 我想那个 因为我觉得 爱情电影 本来就是电影 类型里面 一个非常大宗的一个类型 我们大概可以把电影 类型放得像 《侦探》 《悬疑》 等等的 那其实爱情 是一个极其 那我们今年 就想要选用爱情电影 爱情作为我们这次的主题 再加上 因为其实 从古至今 有非常多经典的爱情电影 它的爱情 虽然不只是讲男女之爱 或是情感上面的爱情之外 它其实常常利用爱情 去呼应那一个世代的 可能是社会的环境现状 或是去呼应那个世代 人们共同的一个状况 像这次我们的狂念世代 里面大概选了 大概八部影片 那有五部是经典的 经典爱情电影 那我们次常常特地就从 像很有名的 大导主的影片 开始 然后一直到 我们现在最新的 一些日本的影片 等等的 所以像大导主的感官世界 那他就在讲的 就是那种 1940年代 那真实的社会实现改编的 真的啊 就是一对外遇的情侣 真的有发生的 对 在那时候日本引起像大的轰动 对 就是一个外遇的情侣 然后那个情妇呢 为了要永远 永远拥有情夫的爱情 所以他们做了很激烈的 很激烈的行为 对 很残暴 但那个残暴背后却 反映的却是那种 很 就是你 我相信你爱一个人 爱到那么深 那爱其实是很深刻的 对啊 而且其实这个东西 又刚好去呼应到 日本人的整个 这个民族性 嗯 一种非常的自 就是自我的毁灭性 爱情的最高极致 就是将彼此都毁灭 最高境界 对 把它给毁灭掉 对 所以去看广告世界 不只要看他的 可能心爱场面啊 或是那种狂野 狂暴的剧情那种 他其实看了很多 其实是看到日本的 那种天生的民族性 然后去反映到 这个事件上面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部 其实也是文学改编的 叫做布拉格的春天 布拉格的春天 那布拉格的春天 我想应该很多人 都听过这个名词啦 就是当初布拉格在 就捷克共和国 他们早期都是 共产党在统治嘛 那因为布拉格的春天 这个活动运动呢 使得他们共产党 开始想要往 比较民主自由方向走 嗯 对 那 但很快的苏维埃他们的 就苏联他们就派军队 来镇压布拉格 所以布拉格之春 其实是捷克人民 追求自由的一个想望 但他也是带来了 捷克被苏联再次 入侵的一个悲剧 所以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他单身了一部电影 就是布拉格的春天 这部电影 那他的男主角是 丹尼尔代路易斯 就是三届的奥斯卡影币 史上唯一一个 对 那以及就是 呃 那个女主角 他就是那个 吳利耶比诺许 嗯 对 也是我们 很熟悉的法国影后 故事讲的是 丹尼尔代路易斯 他是一个医生 嗯 那他相信说 爱情跟性可以分离的 但他遇到了他的 一个真爱 一个其他妻子 就是朱莉宾 我学研的这个角色 他认为 爱跟性是合一的 所以当你们俩 结婚之后 两个人对爱跟性 之间的 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 那该怎么办 哦 有一个矛盾冲突 对 这个矛盾冲突 那但是这个矛盾冲突 其实后面 一个很重要的探讨 就是自由这件事情 嗯 爱的自由跟性的自由 爱的解放性的解放 嗯 自由这件事情 他就把这自由去呼应到了 巴格之春 共产党在专政 苏莱埃政府在专政 独裁的这样子 一个社会的世界 嗯 所以就变成是两个 两个很有趣的 一个是爱情 一个是社会 两个互相的对照 然后成为 影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影片 对 所以对来说 爱情电影不是 只是谈爱情而已 对 对像 那我们还有一部 像叫做破浪而出 嗯 破浪而出 这故事也很有趣 它其实讲的是 那女主角她 呃 艾蜜莉华森的角色 嗯 她爱上了一个 在油田工作的一个男人 那两个人就 相亲相爱 最后结婚步入礼堂 那他们故事背景是 爱尔兰 那我们知道爱尔兰 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 是非常保守的社会 嗯 那他们 所以这样子一夫一妻 也都没什么问题 但有一天 她丈夫从油田回来的时候 发现她半生不随 半生不随 对 因为意外 工作意外 所以半生不随了 所以艾蜜莉华森等下在家里 照顾她的丈夫 嗯 她也是很深爱的她 可是她丈夫 半生不随的人 她 即使虽然身体不方便 但还是有对爱 对性的需求 嗯 可是她身体没有办法 那怎么办 对 所以她要请她老婆 去跟别人做爱 然后描述那个过程 跟她听 好可悲哦 好 听起来是 很悲惨的一个 一个状态嘛 嗯 那你是艾蜜莉华森 这个老婆的角色 你该怎么办 你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你非常爱你老公 然后 你老公有新的需求 她已经 像她身体没有 已经没有办法作用了 所以她只能套过 好可怜 这种想象力 对 那她怎么会舍得 叫她老婆去跟别人 她也想说她 也希望她老婆 在心上面都要满足啊 哦 对啊 所以 其实这个是 一种很痛苦的两难 又发生在 这么保守的一个 听主教的社会里面 对啊 所以我们刚刚说 爱情不是只是爱情 爱情其实 它其实会去 折射出很多 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 去探讨的某些议题 像这是宗教议题了 对啊 这个就 对 这很难做抉择吧 对啊 这个好大条哦 对啊 但这就是 电影好看的地方 透过这些戏剧的冲突 去让我们去 想 去思考 对 然后这次 她的另一部 也是经典影片 就是 《物港选手》 那她是 法斯宾达 德国新浪潮 一个非常重要的导演的 最后一部作品 然后描述的是 一个 一个水手 她 男人女人都爱她 对 一个致命的吸引力 那这个致命的吸引力 周游在 因为她太好看了 她 颜值高是不是 对颜值超高 她是那年代 那个演员 是那个年代的性感偶像 对 那这片也被 誉为通知电影的 就是影史上面 No.1 第一名 她喜欢男生 对 但是她其实徘徊在这里 这么多诱惑过程当中 她该怎么样去 去维持她自己本身的纯洁 对 那我们这次还有一部 可能大家听众朋友 比较熟悉的是 《美国新玫瑰琴》 这部电影 二十年前的电影 对 那这次我们也是 数位版重新再放映 然后故事讲的 也很 也是 可能很多人 多少都有听过的故事 就是 爸爸 这更年期的时候 然后去参加 女儿的拉拉队的比赛 看到女儿的同学长 好漂亮 好可爱 还有青春 不想多中的男性 都有这样子 某种程度的幻想 对 然后妈妈 是一个房仲 然后她就努力 在卖房子之外呢 她爱上了她的同业 女儿呢 就看到爸爸妈妈都在出轨 爸爸妈妈 他们就假装自己 是一个非常 非常 就是很有格调的 很有style的一个 一个中产阶级的父母 嗯 她就觉得 其实就很不爽 她觉得 这太虚伪了 对啊 那女儿怎么办 上梁不振 上梁不振 下梁不一定歪啊 所以她 她要寻找所谓的真实 存在的意义 嗯 所以主要是环绕在她女儿 环绕在这一家四口 三口 四口 他们家是四个人 那主要是 这三个 爸爸妈妈跟女儿 三个角色上面 他们各自的遭遇 对 她其实是在 戳破我们对于 美好家庭的想象 所以我们每次去外面 跟大家介绍 大家都觉得 彼此家庭都很美好 可是所谓美好家庭 真实的样貌是怎么样 那这个电影是那一年 席犬的奥斯卡 最佳影片最大导演 最佳男主角 我自己非常喜欢 美国新闻的鬼情 我觉得它是一个 真的就是 透过爱情 透过性 去反奉整个社会的虚伪 嗯 对 那其实这次 所以我们创伤 这是以狂恋世代为主题 他讲的 恋是很重要的 爱情是很重要的 但重要是很狂 狂 就是怎么透过爱情 去反射我们这个世界的存在 的样貌 太疯狂了 对 那我们这次看部电影 也是在狂恋世代里面 叫做火口的二人 那是白石一文改编的小说 小说改编 我有看到他的那个剧照吗 封面剧照 真的是太呛拉了 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 两个都裸成相见 对啊 四身裸体让大家看 对 那这部电影其实 它其实故事讲的是说 有一对男女主角 这对男女 他们七年前是男女朋友 大学时代的男女朋友 然后两个人 当大学时候有非常多浪漫青春的时光 对 但是那时候发生了日本大地震 然后两个人 后来就因为一些事情 然后分开了 然后接着在七年之后 女孩呢 打掉跟男人说 我五天后要结婚了 你们要来参加吗 所以那男人回到故乡 要来参加他前女友的婚礼 然后那天晚上 那个女孩跟男孩说 我们可以今天晚上就回到七年前吗 这个是一种暗示吗 对 之后的五天呢 他们就回到七年前了 然后这五天就是疯狂的阻碍 天哪 那我觉得这部电影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非常喜欢 因为我是白石一文的小说迷 那这电影其实非常真切的 去把人的孤单跟人的寂寞 给表现出来 那我想日本大地震 对日本人影响很大 因为那时候他才发现说 世界可能真的有末日的存在 你不敢猜测是哪一天 你就即将离开 对 所以那时候人 属于我这件事情才更重要 我是谁 我该怎么办 我们才会更有时间去 回去回溯自己这些问题 那火口二人 事实上就以这样子的 一个基础上面 去透过两个人 那这电影只有两个角色 没有其他演员 从来只有两个演员 就那两个一男一女这样 演了120分钟 很厉害 怎么那么厉害 对 那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故事 去反问 有关于自己到底是什么 对我存在干嘛 那当世界真的结束了 我该要拥有什么东西 对我觉得这是 这个爱情 刚好透过这段爱情 去反射我们自己 对自己的提问 对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 爱情的选片 我觉得我们次产 选了一些 我觉得还蛮有趣 可以让大家去 有一些思考的一些 一些议题 然后还有一部 我们语性的距离 这个 这部片是很有趣 它是今年柏林影展首映 那柏林影展是全世界的 三大影展之一嘛 对 那这部电影是 他们德国单元的开幕片 然后这部片子放完之后 所有德国影片就开始 大家在写 写说 哇 穿美靠这样子的影片 因为它看起来像纪录片 但又剧情张力十足 感觉不像纪录片 很像虚假的剧情片 对 那故事呢 是 它也真的是纪录片 是导演去记录 他们德国柯隆市的 七个男女 那这七个男女 他们都是以 所谓的 性解放 性自由为主张 对 然后所以这七个人 有不同的生命背景 但他们七个人 就这四组关系里面 就让我们看到 关于性这样子的 性自主 对 然后在里面的愉悦 然后我觉得 对我们东方来讲 是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对啊 怎么办法一直换女朋友 对 可是他们却 他们没有把它当成说 我就是 他们就是 全世界是性的自主 性的自由 这是比较开放的 对 所以这部纪录片 其实蛮大开眼界的 而且所有东西都增强实弹 真假的 就看了 让你看了会 沾目结舍 所以我今天 今天这部片 绝对是限制级片了 对 如果收听旁边 有18岁未满的同学们 请大家就不能看 太可怕了 你说七个人啊 四组 对 四组关系 Oh my God 好 我这个有点 不甘尽 不甘寂寞 对啊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们其实不是看 性爱的过程啊 也不是看爱情的过程 我们其实看的是 有关于那些人 在那个社会里面 他们生存的状态 因为其实那七个人啊 有那种就是 失业了 只能住在爸妈家里的 肯老族吗 嗯 他不到肯嘛 但就是 类似检居吧 就是他也是 他也有办法 依赖自己的工作 但他又不愿意搬出家 这对外国来讲 很奇怪 对 对台湾可能还好 但外国人是很奇怪 因为他绝对应该要独立了 对 也有那种就是 呃 就是工作不太顺利 所以他只能靠过卖营 他卖营又不是专业卖营 他不是真的是 他只是纯粹就是 我现在缺钱 那我工作又没有什么钱 我只好兼财 哦 你是说有点像 现在网络那种交友 或许就类似这样子的 就 所以他其实是在展现 呃 就是德国的 现在新世代的 嗯 这一群 这新世代的人们 他们的生活的样貌 嗯 所以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一部影片 嗯 就把那个社会 现在发生什么 然后拍进去 对 所以 看爱情 不是只看爱情而已 嗯 可以看到社会 跟现在的 是 没错 世事都变 人生无常 有的人是为了 亲情 需要 身体 在烦恼 所有的烦恼 在这儿 有一个 很好的方法 要跟你们 大家分享 就是这张 我们如果要睡真正 会让我们自己的 完全资助 周深 我们的心来 会更平静 免费给你结缘 碰起 三三五 树里 三三 最近天气变化 让我的脸好干哦 我不想当干妹妹 那就来当个睡美人啊 啊 如何让肌肤 越睡越美丽 推荐您 闭合博 超效保湿 精亮动膜 睡觉时 把水分通通 锁在肌肤底层 第二天醒来 皮肤会变得 更加水嫩 就快来当个 睡美人吧 阿乐 我想租车 带家人出游 你有好建议吗 那就找全球租车啊 全球租车 是外交部指定厂商 全台专业附驾 各种车种 包含里车 轿车 休旅车 大巴 中巴 小巴 全球租车公司 应有尽有哦 哇 那实在是太棒了 我要赶快去全球租车哦 商务接送旅游接驳 专业包车 就找全球租车 电话078319037 8319037 这是一个上街快乐的所在 一切真主宰 关心土地咱的爱 这是一个上街 自由的所在 快乐爱台湾 下阳最有爱 最快乐的电台 下阳最有爱 最快乐的电台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邦旺 新新的新 艺术的艺 信义穿梭机 除了比较辛辣的影片之外 还有其他的影片吗 我们今年有 其实专门针对女性观众 设计了很多女性的片单 那我觉得可以 如果上我们官网的话 可以上我们 看我们那个国际视窗的单元 那里面就有非常多 就是全世界各个云展的 一些影片的集结 那我稍微介绍几部影片 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 推荐给大家 像有一部片叫做 《惊艳我们无罪》 那这是一个法国片 那也是陆维近人 看陈宇展的正式竞赛片 那故事其实讲得很简单 他就讲说 在一个法国的小城里面 今天晚上呢 有一个老妇人 陈师在家里 陈师 所以那个警察要来抓 凯瑟凯瑟凶手 他们隔壁住了一对女同志 然后女同志呢 就是看起来是很 很入实 而且生活不太顺遂 对 然后警察就要透过他们 去寻找出 这个案件的真相是什么 那我们其实这个片子呢 故事其实还蛮通俗的 那其实故事里面 这对女同志情侣呢 她们表现出来 那种女性的自觉 跟女性的勇敢 是非常值得 是很值得大家去看的 那另一部还有一部 女性的影片叫做 《我最亲爱的》 她的英文片叫做 《American Woman》 那她故事讲的是说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一个女性 然后她女儿十六七岁 然后早婚就已经 应该说怀孕 已经生一个孩子 已经生了小孩 就怀孕 她在强保当中 所以你可以知道 她是三代同堂 竹母很年轻 三十四岁而已 哇塞 这样子三代同堂的一个 那她是 一个就是 我们说蓝领阶级的家庭 对 然后都是女性而已 然后有一天 她的女儿忽然失踪了 找不到 但你有没有看到意外 那个之前奥斯卡 最佳女主角讲意外 这部电影 有点像 就是女儿突然失踪了 然后妈妈一直找她找不到 惨 对 然后这个电影就在描述 这十年来 母亲寻找女儿 以及母亲要如何 如何照顾孙子 对 照顾女儿留下来的孩子 对 如何独立把她抚养长大 然后她自己要免 她自己的生活 因为其实那个女儿的失踪 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痛 对啊 创伤 对 她要怎么样从这创伤里面 再重新站起来 然后甚至跟 可能找到她新的春天 让她工作更愉快 嗯 等等的 这电影就在讲 这一个母亲的重新站起来 所以她电影名称叫做 American Woman 所以有点在鼓励 所有的女性的 一直那种意味 哦 对 所以其实这片子非常 你说励志也好 那也是一个 让人很动容的一个 一个女性的电影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部电影 叫做Dirty God 英文片名叫做就是肮脏的上帝嘛 嗯 然后我们中文翻名叫下流社会 还好没有呼噜到上帝 对 那我们知道Dirty God呢 是因为这部电影的女主角 她被她的男朋友 前男友泼酸 所以毁容 哦 毁容了 对 泼酸毁容 就像我们之前那种背火纹社那些 嗯 很不幸的烧烫伤的患者 在这里 所以她身上就留下了那些烧烫伤的痕迹 对 然后看起来就像Dirty 很Dirty嘛 很肮脏 很肮脏 但事实上她虽然外表被毁坏了 可是她其实还是非常正面 去迎接她每一天 哦 对 那但是旁边人还是会害怕 就连她的孩子都说 天啊妈 你长得好丑哦 对 蛮可怜 然后甚至一些 因为她其实还是想要有男朋友啊 或是有新的婚姻啊等等的 所以她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些朋友 嗯 但在交往过程中 大家看到真实面目的她 都害怕 吓跑了 甚至更糟糕的一些还是设计 设计她 对 所以 但她在这过程当中 都非常充容不迫的去维持一个身为人的尊严 嗯 所以叫God 哦 所以电影叫Dirty God 那这部电影 很有趣的是 演这一个 女主角的是一个 嗯 第一次演戏的一个护士 是哦 演戏的女护士 那为什么 她演这个角色演得很好 导演非常喜欢 是因为 她在八岁的时候 她也跟那个 这个女主角很像 她在她 舅舅的餐馆里面 被火纹绳了 所以她身上留下了非常多的疤痕 那现在 还有吗 有啊 有啊 那就是刚好 刚好 就是心路历程 完全可以去 传播那一个 电影中的角色 因为 我真的很相信 就像之前八仙城堡一样 我们自己有同学 有学生 在里面 不小心就是 受伤了 对啊 又不是他们的原因 对 而且我相信 这一路走来 八仙城堡的孩子们都 受到 受到 受到很大的鼓舞了 可是很多在 其他活摘现场里面 可能烧烫伤的 对 他们的孩子们 事实上 可能在 不管出社会或 参加过程中 都遭受到 其他人 很奇妙的眼光 对 对 一定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 不只是适合 它是 比如说 女性的那个 能量很强 它是个女性电影 之外 它也是一个 让大家可以看到 成长的一个影片 对 对 然后 可以学到很多 对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部电影 叫做 新闻记者 然后她是 她故事其实主要在讲的是 有一个记者前辈 然后被自杀 怀疑疑似被自杀 疑似被自杀 什么意思 就是 对 新闻报的时候 她被自杀 她自杀了 可是 她女儿怀疑 她是被自杀的 她女儿是个记者 对 然后是 一个韩国很有名的女明星 叫做 沈恩静演的 对 然后于是呢 她就开始决定 要来去揭发里面的真相 然后在这里 她遇到另一个男性 然后协助她一起 去慢慢抽丝拨点 后面才发现 后面竟然还有 政府的力量在里面 政府啊 对 然后透过网军 发布假新闻 都在台湾 什么 所以这大概是 日本第一部 针对假新闻 所拍摄的电影 哇 对 然后可以看到 这一位女性记者 那个勇敢 然后还部 就是松雪太子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看过 她的电影 就是日本一个 大概四十岁左右的 熟女的演员 她这次演的一部电影 叫做 用甜酒漱口 她是 在电影里面 她演的角色 是一个四十岁的 女性派遣人员 对 上班族派遣人员 然后 就非常频繁吧 她单身 没有结婚 没有男朋友 什么都没有 她就这样 每天上班下班 很规律这样 对一个人这样 过生活 很平静的生活 有一天她有一个 来一个黑木华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这位女明星 黑木华演的一个 二几岁的一个 新来的一个同事 然后两个人就 一老 不叫老 一熟 一熟 一年轻 对 虽然相差十几岁 但两个人就开始 有一些火花出现 对于生命的火花出现 再加上 有一个24岁的 年轻小伙子 喜欢上了松学太子 那个老 少 少追老 少追熟 少追熟 对 所以 就是熟女的生命 一尘不厌的生命 开始有变化 电影名称叫 用甜酒漱口 甜酒 大家知道 甜酒喝下去 一开始是非常浓的甜 有点腻 可能不太舒服 可是他后面到猴肩的时候 他会有那个酒的唇味出现 对 那个舌头的感官 对 所以甜酒 去呼应到松学太子 演的这个中年女性 哇 其实是非常 还蛮美的一部影片 对 蛮诗情画意的 所以我们其实 对于女性的影片 事实上 还算不少 对 那除了这个女性观众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是 叫做孩子幻想国 是佛亲子的影片 对 那这亲子的影片 我觉得就是很适合 爸爸妈妈带小朋友 像一部是丹麦奥斯卡的作品 叫做 《晋级小忍者》 好可爱 大家小时候都应该在学校的时候 常常 有些同学会欺负你吧 这时候就很希望 有什么东西帮助我们 飞飙 之类的 然后这个小男孩呢 获得了一个忍者玩偶 那忍者玩偶竟然 竟然可以化身成保护他的小英雄 这个也太酷了吧 就 有点像玩具总动员 都活起来了 变成忍者 忍者版 而且最有趣的是 它其实是丹麦的电影 是哦 它不是日本片 它是丹麦片 丹麦的动画片 然后有一部动画片 叫做 《汪星人的奇幻漂流》 汪星人就是狗狗的故事 然后它是讲一个流浪狗 流浪犬 它经历过三四个主人 然后又有不同的名字 然后它有被流浪的时候 也有很开心的时候 也有不开心的时候 也有悲伤的时候 那也有 有人相伴的时候 它是透过一只狗 在往生之前 去回顾它的一生 很动人的影片 我觉得只要家里有养狗 看这个片都会想哭 对 一定都会哭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部 韩国的动画片 叫做《蒙星大作战》 它故事就有点像是 那个 陶麦丝的故事 对 他们到 陶麦丝不是梦游仙境 陶麦丝他是 陶乐斯 陶乐斯 他就去历险 然后故事的小女孩 主角 他也是一样就是 到了一个异世界去 然后遇到像陶乐斯 里面的那种 就是 稻草人啊 或是铁人啊 等等的 的一些人的帮助 然后要去把星球 给夺回来 然后非常的美 因为他故事 其实是 这个作者 他是韩国的 韩国有一个 天然保育区 然后里面 充满了很多的 就是最原始的 一个大自然的生态 对 然后也被誉为 他们韩国最美的 那个 萤火虫的 观赏的地方 所以他把这个 溪谷呢 化成了 化成了一个宇宙 真的啊 对 所以很 好漂亮 我觉得这片 这三部动画片 其实都还蛮适合 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看的 对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大堆的 动画短片 什么克兰蒙沸红啊 或拉狗的 影展的动画短片 这些动画短片 每一篇 大概都十分钟 五分钟而已 非常短 但是每一个短片 都非常好看 对 就是你会觉得 在创造小孩子的 创造力一样 对 激发想象力 对 所以我们除了 女性观众的影片之外 我们还有这些 是属于亲子观众的 对 是不是还有一些 什么高雄拍 就是 其实高雄市政府从 大概 这跟高雄市政府 一些政策有关 就是 高雄市政府算是 全台湾第一个 在做电影补助的 一个城市 所以过去 我们有天边一躲云嘛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 我们开始 这些电影补助 化变成电影投资 就叫高雄人 电影投资 所以你去台湾 看一些电影 像上礼拜上映的 返校 上礼拜五上映的 返校 对 你们去看片头 上面前面就写 高雄人 我觉得高雄人 我身为高雄人 应该觉得 会予我容颜 那为什么 会有高雄人 三次就是因为 高雄市政府 有投资 返校这部电影 那我们其实 所以今年高雄电影 就把跟高雄投资 或是我们在短片方面 有补助 就叫高雄拍 就在讲述 因为长片可以投资 因为它长片 有票房的回收 所以我们投资它 那我们之后 可以拿到票房的 一个分论 但是短片 通常不会有票房 因为短片 就是一个给新导演 年轻导演 去做创作 一个机会 去练习 对的一个 影片创作的形式 所以我们通常 短片都会给 讲述计划 所以我们高雄拍 就是每个导演 都给100万 让他们去拍短片 对 然后去比赛 去全世界各影展 去比赛 对 然后另外我们拍一个 叫影像高雄 就是每一个城市 我觉得都需要 有去记录 我们生活中的人事物 以及一些人文的故事 对 那影像高雄 就是以纪录片为出发 来记录高雄的 一个project 一个计划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叫高雄VR 就是因为高雄市政府 这几年开始 最新的嘛 对 开始推广VR电影 所以他也开始 讲述一些年轻的 一些导演 台湾的一些重要导演 像去年有杨雅泽 前年有许汉强 对 今年又有许汉强 还有就是 像那个 你可能 许志燕导演 就是 你可能不爱 谁先爱上你的 那个导演 许志燕导演 他们来拍 新的VR作品 所以高雄 大概有这四个 跟电影相关的 一些政策 那我们就把它 今天高雄电影 就把它涵盖在一起 放映今年上映的 高雄人的长片 包括了返校 下半场 下半场也正在热映当中 对 然后还有就是 十月要上映的 江湖湖南市 那以及就是 有看到榜告 对 还有就是 已经入围 釜山影展的 波罗蜜 这四部高雄人的长片 那另外还有 八部高雄拍的短片 对 以及三部 影像高雄 高雄的纪录片 然后还有 七部高雄的VR短片 有很多 可以看 就整个是属于高雄人 在协助 台湾电影产业 发展的 这一整年的 年度的表现 所以很欢迎大家 一方面来看 这好看的电影 二方面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市政府 到底做了什么事 像我们今年 大概有 50场的 英后座谈 一百场的活动 所以一百组以上的 影人会来高雄参加 好热闹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大陆 拿到我们电影节的手册 你看到节目表 后面只要有一个 三角形 就表示有影人出席 有影后座谈 有影后座谈 有影后座谈就可以来 有影后座谈 有什么好处 就是一方面 你可以听到导演或演员 在他电影面的创作的 心得分享 然后有影后座谈 就已经比平常的放映 多了20分钟 影后座谈 对 就是唱完之后 还可以签名 真好 还可以合照 对 看开照 有些演员愿意合照 有些不愿意 不过没关系 大家还可以签名 好棒哦 对 就是一张票可以有 比别的电影还多了 亮层的享受 对啊 很值得 而且好难得 对啊 那我想问那个 VR电影的意思是 他会跟观众做互动 VR 我想那个听众朋友 可能有人用VR 打过电动 对 他是游戏 对 他是要戴个头衔嘛 对 头盔嘛 头盔 那个杆子 手杆 对 有摇杆 对对对 摇杆 然后我们在那个什么 孟师代或在哪个百合公司 都会看到一些VR的一些游戏 对对对 游戏场 那是VR游戏 那但是在VR的发展过程中 也有一块是 因为VR游戏强调的是 刺激互动 然后娱乐 娱乐感很重 对 就跟手游一样 打电动玩具一样 对 就是给那个部分 那在VR的发展里面 有一块是比较强调 在讲故事本身 说故事 那说故事的部分 就像电影一样 所以有另一块 是往电影方面发展的 就是讲比较完整的故事 比较精准的故事 对 那这东西 它就有分成几种形式 一个叫做 还是用摇杆 用互动 类似说 我们这次有些VR的作品 就是你要按了一下 他会问你说 你要选择要 或不要 就有一种 对 你要去选择这种互动 或者说 你必须要 人走进了某个地方 走进这个房间 它才会有新的故事出现 好酷 就是你要有变化 所以你要互动 这是互动的VR 我们通常叫做 人机互动 那另外一种 叫做360的沉浸 就是 因为大家知道 电影它是一个平面的 就是我看我前面 它是一个平面的萤幕 360就是360度这样 VR就是360度 你先看左边 看右边 看上面 看下面 往回看 它都有故事 好酷哦 这是360VR 那台湾第一个360VR的影厅 在博尔 VR体感居院 对 然后那边我们也会放 很多部跟这种 就是360VR的电影 今年我们高中电影节的VR形式 又更特别了 我们把 因为现在全世界在聊VR 已经不只聊VR了 大概聊的是VR结合 变化艺术 所以我们这次有一个作品 叫做 就是现场有一个舞者 法国来的舞者 他会跳舞 在里面跳舞 就现场跳舞 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跳舞 然后我们身为观众 我们跟他一样戴口盔 对 但你看到的世界 跟你真实的跳舞 不一定一样 哦 所以哦 它是两种 它是虚跟实的舞蹈 结合在一起的 然后外围观众 可以看大萤幕 可以看萤幕上面 因为萤幕就是 把它头显里面 看到东西 给投射出来的 哇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作品 也是类似就是树林之歌 它也是 今年席捲所有的VR影展的 得奖作品 它就是讲 就是那种 那个神木 又高又大 都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 哦 千年 对 它就是用那个树 这样子的一个神木 跟人 你可以跟它互动 你可以碰触它 或是你跟它怎么样 然后就会产生 新的故事献出来 是哦 对 然后我们这次在博尔 也会投影出 一颗神木出来 然后让你去跟它互动 好酷哦 这种 它是VR没错 但它需要一些 现场的装置 或是现场的道具 来做互动 对 它有点 就是有点 跳脱了 传统VR的 头衔内容 对 那另外我们拍一个作品 是更有趣 它不用戴头衔 为什么 它就是 你就是躺在一个地方 然后眼睛闭起来 然后接着就音乐 跟灯光跑出来 然后你的眼皮 你闭着的眼皮 黑黑的嘛 它就自然会产生了画面 为什么可以这样 你的眼皮变成头衔 都不用戴什么装置啊 没有 就听那个音乐 跟那个光线 好可怕 为什么啊 所以我们说 现在我们叫做XR XR 就是它跨越了VR 跨越AR MR 对 它让虚拟这件事情 变得更多样 它是透过脑电波 还是什么 应该是灯光吧 好像应该是光线了 透过光线 因为我们毕竟 虽然我们闭着眼睛 但是我们还是 隔着眼皮 我们还是会对光 有一些感受 对 然后那一关会 跟那音乐 让你创造出一个 画面出现 是哦 而且我觉得VR 我们这次VR 真的是 我敢保证 全台湾最强的VR VR影片 甚至在亚洲 都是最好的VR影展 对 很多国外的 像我们有一部片 叫死藤水 那那片故事 在讲的就是 大家知道 那个亚马逊森林 里面一些乌医 他们为了治疗 一些人的疾病 所以他们 乌医会喝下一种 一种药草 叫做死藤水 然后就会帮助 那个病人 去做一些治疗工作 那次的导演 他就自己 因为他喝过一些死藤水 他就看到 很迷幻的世界 他把死藤水 看到的世界 变成了VR作品 这个电影 因为看没有感觉 可是你变成VR 你就完全沉浸在里面 然后进入了幻觉 每个人都喝过的感觉 好酷 而且我们这还有一部作品 是那个 与神同行的特效团队做的 然后里面就是 他讲食人鱼的故事 你就感觉 被食人鱼 真的 吞下去吗 追杀 追杀 那个看起来 有点惊悚 玩起来有点惊悚 太刺激了吧 天哪 所以其实我们 跟一般VR游戏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比较强调 说故事 如果我真的觉得 收音频的朋友 不管你有没有看过VR 如果你自己有小孩的话 可能18岁 19岁 或是大学生的话 鼓励他们要来看VR 然后参加我们的VR国际论坛 10月10号到10月12号 在博尔举行 那因为这次论坛来的 全是全世界首屈一职 不管在产业界 创作界 或是筹资的 资金的 募款 募资的这部分 都是在首屈一职的人 都来高雄 是哦 都在博尔 对在博尔 我们会有三天的 10 11 12 连运三天的论坛 这个报名的话 也可以在电影节的 那个 可以去 可以跟电影节 Google 不管是脸书 或是我们的email 都可以寄信来询问 对 要怎么参加我们的 国际论坛 哇 对在博尔的P3仓库 P3之一 就是在大泳 大泳区 对大泳区 大泳路 陆底 那个区域 就可以了 10月10号开始 好棒的感觉 真的 我觉得是很难得 难过 10月10号很快 很快就到了 对啊 对啊 这个票也是在 官网就可以订的吗 如果大家想要买 高雄电影节的门票的话 大家可以 就是到我们的 电影节的官方网站 去查询 那我们基本上 做的影片票 都在年代收到信用 可以买到 然后我们的票 就原价是200元 但是在10月10号 10月9号以前购买 影展开始前购买的话 是一张票150元 哦 是早鸟 早鸟票 对早鸟票 9月22号开始吧 诶 那就今天啊 今天开始售票了 对 一直到10月8号 嗯 虽然期间全部都是 享受150元 那影展开始 就变200块了 抱歉 哈哈哈哈 要抢腰块 今天9月22号 到10月8号 对 照料票 赶快去预约化位 对对对 赶快赶快 约是VR 因为VR其实 能容纳的场次 跟人数没那么多 应该一场 大概是20分钟左右 因为它其实每部片 都有它的片场 哦 对 好 那那个相关的 证票活动 跟这个DM的话 如果有人想要索取 有听众想要索取的话 节目会办证票活动 对对对 我想就大家听秋仔的节目 应该就有机会 获得我们高中电影节的 交换券了 那如果大家需要一些 节目的资讯 我觉得最简单就是 拿手机看官网 对 看网络 然后如果大家需要 一本纸本的话 一本什么手册的东西 来做辅证的话 那我们今年的活动手册 大家可以到高中市电影馆 或是 市场图啊 或MLD啊 我们这些放进藏地 都拿得到 或是一些图书馆 都拿得到 对 那如果要需要 我们的节目手册 我们这个节目手册 将近三百页 两百五十页 然后金装 现装 而且它背装是现装的 是啊 重金 砸了重金去做 这一本 然后一本 它是要卖钱 那很便宜 五十块钱而已 对 那但它限量 总共只有两千份 是啊 对 卖完就没有了 要抢要快 对真的 好的 那么我们非常感谢 来自高雄电影馆的 媒体统筹 尚恩先生 跟我们分享 关于高雄电影节的 众多资讯 也希望到时候 各馆各厅都能够爆棚 谢谢大家 记得来看高雄电影节 10月10号到10月27号 对 要记得去哦 欢迎大家 好的 感谢所有听众朋友 感谢尚恩先生 谢谢 谢谢 好 下次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第三三 师父 老猪不行了 八戒 只要保持恒星毅力 一定可以到达天主 阿弥陀佛 哎呀 师父 你的马 哦 大师兄 师父别怕 我们有全球租车 哦 是何道理 全球租车提供商务接送 旅游接驳 专业包车 还有照车 里车 休旅车 大巴 中巴 小巴 绝对比师父的马儿 还要厉害 哦 有全球租车 到西方取经 也不难 全球租车公司 零七八三一九零三七 八三一九零三七 快乐电报 快乐狗狗屏 九七点五 快乐昆家南 九二点三 快乐大台中 八九点五 快乐大台北 八九点三 快乐华当 九八点三 快乐配偶 九六点七 快乐红虾 九一点三 快乐台湾 精彩武汉 快乐联播网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一文活动 大导账 好消息 好消息 有好的活动 要报理之哦 还记得心意穿梭机第一集 我们谈到 赌侠二支上海滩赌胜吗 在赌侠二支上海滩赌胜里面呢 有一个版本的如仙小姐 是由方继伟小姐来主演的 而在今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晚上七点到九点半 十月二十二号晚上七点到九点半 十月二十二号晚上七点到九点半 加工出口区电机电子同业工会 和加工出口区工业联合会 为帮助脑性麻痹协会 在高雄市文化中心志德堂举办 让爱飞翔明哥家管弦乐团慈善演唱会 而且啊 这次的演唱会就邀请到了方继伟小姐 还有南方二重唱 小百合 王海玲 王瑞宇 殷正阳等各位实力派明歌手到此演唱 并且由横扫国界的高雄市雄送管弦乐团伴奏 节目绝对具有水准 也是佛列第一次明歌用管弦乐团伴奏演出 精彩可奇啊 对明歌有兴趣的朋友 今日起可至高雄学院或高雄市旧国团 各终身学习中心购票 这些票钱啊 全部都会捐赠给脑麻协会 非常有意义哦 欢迎各界一起加入爱心服务行列 详情可洽加工出口区电机电子工会 电话 07-363-2250 07-363-2250 快播快播我想去听 好 让爱飞翔明歌家管弦乐团慈善演唱会 感谢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上刀山下游锅 寻找能量之心 大家可以到快乐联播网和心意穿梭机研究中心的脸书粉丝团按个赞 给我们一丁点儿鼓励 和我们一起研究每部作品的精髓 也可以发表您的穿梭感想哦 更加欢迎您来上我们的节目 和我们一同分享艺术资讯 下星期同一时间让我们再度出发 穿梭于艺术与文化之间 探索一文之奥秘 一同展开精彩国度的冒险奇幻之旅 还有还有 好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再会咯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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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